就是最近呢 大概三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从8月底今天 今天9月19号 从8月底之后呢 解放军呢 在台海的这一波的军演的调子呢 完全不一样了 那不能够低估 不能够只是把它当作是常态性的新闻应对 以至于大家对新闻的疲劳 对于每一天呢 解放军呢 有多少的机船舰在周围的活动啊 似乎都把它当作是呢 塞在了抱尾巴的一条的新闻 顶多在新闻当中 你看到的今天的 今天的中国时报 今天的中国时报 当然是反映了 昨天的军方 台湾的军方 国防部的即时军情动态的内容 那这个局 即时军情动态 虽然都会呢 配上示意图 可是那个示意图呢 基本上面 那个是写意的 就是我说 他从一个军事的角度来讲 那个给外行人看 从军事的角度来 来讲 他的参考价值不高 好 那但是呢 在昨天的时间呢 9月17号到18日的凌晨 的5点钟 那台湾的军方呢 总共啊 就说在台海的周围 增货 解放军的军机呢 103架次 出海活动 单日啊 因为台湾的军方的 即时军情动态都是今天晚上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24小时 那24小时之内103架次 这103架次的除了规模创新高 你会觉得啊这两天是发生什么什么事情干嘛这么多 这就是问题之一 在过去多半都会有一些呢 特别的一些的政治议题 使得我们会从解放军的行动当中 去感受到大陆方面的军方 透过这种的军事活动 军事表达 他对某一个议题的看法的轻重的程度 好 但是这两天你会觉得 好像还好啊 台湾都在关心弹啊 那那侯侯有余呢在美国啊 那看起来呃中美之之间 王毅跟苏立文也见面了 王毅跟苏立文见完面之后 韩正呢在纽约呢 也跟了布林肯呢见了面了 看起来没有大事情 但是解放军在台海的军演却是空前 已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台湾的军方海空军 周末是没有办法修的 因为他周末都加班 好那这103架次呢规模空前 那退役的飞官的分析说呢 解放军呢以美军呢为想定 好这个单单我们讨论 飞行的距离呢超过1000公里 已经超过我们地面雷达的征收范围 不只是这样啊 我们看到呢海军的部分呢 山东舰 山东舰呢从 从那两个礼拜前左右呢 就是说出海穿过巴士海峡之后 就一直在台湾的东侧海域 那除了军演之之外 解放军单日的船舰舰 就是做作战舰 水面的作战舰 水下的我不知道 水下是一定有啦 水下我们看不到 水面的作战舰 单日呢在台海的周围的 周围的这个活动呢 也创新高 单日呢20艘次以上 20艘次是什么概念 就是台湾呢当下的现役的同等级 同量级的有基本的防空防护能的能力的 这些的水面的做作战舰的极战力 全部推出去之后 要一船钉一船的都办不到 好那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台湾的军军方 基本上面的是非常压抑的 我我我认识军方的 他们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呢对台湾军方的压力测试啊 如果从压力测试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台湾的军方过不了这个压压力测试 那过不了压力测试之后怎么办 在新闻当中就盖台 除了你看到的这些讯息之外 其实并没有更多的讯息 他也很怕呢拉了防空警报 你想拉防空警报 拉那个动作是简单的 好像弯弯演习一样 可是你知道当防空警报拉了以后 台湾的股汇市会受什么影响 在选前的时候 你一定会看到的资本外衣 有钱人开始先搭大飞机往外头走 你一定会会看到 那个对明星士气跟对民进党选举的 那个压力的影响 是民进党没有办法去面对的 当然这件事情不只是民进党 我只说你从解放军的军演来看 已经有很多是我看不懂的部分 所以我说我就跟李理事讲说 那今天呢我们针对这部分的 先做比较完整的整理 后面呢我们还会有两小端 一个呢是台北的航太展 台北的航太展呢 我们待会呢特别摆在无人机的 这个Data Link的部分 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最后呢 如果呢有时间我们看一下呢 美方呢在在美方的 这是非常非常的非常权威的机构 他们在评估呢中美之间 在造舰实力上面 军方的造舰实力上面 那是天差地别 实力真的有这么悬殊吗 以美国在二战时候呢 应对呢在当时的日本的偷袭珍珠港 美方在当时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调整他本身的生产体系之后 全力呢投入到军工产业 他除了创造美国 现在全世界超强的军工 军工产业实力之外 在当时的就是说呢 这种的军民的 军民的工业实力的转换速度呢 也还是非常快的 所以也不要低估这件事情 好那今天呢 我请了小舰长呢 为大家上课 来我们从哪里开始 我们从啊国防部9月12号 他公布的中华民国112年国防报告书开始 那这个报告书呢 那个其实他中间有公布一张表 就是刚刚香隆哥所谈到的 也就是以往这个台湾海峡的一个基建的数量 跟部分的那个政治的情势 国际的关系是有互动的 但是其实我很早就发现说 其实不一定 而这一个关系呢 跟另外一个比较有关 什么比较有关呢 就是到底在从黄海到东海到台海到南海 到底美军还有日本的自卫队 到底在干一些什么事 那跟那个关系可能大一点 例如说之前美国 英国的航空母舰穿越那个巴士海峡的时候 基建的数量也非常多 不过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这个一个事件在这一次 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单是103架共机老台的这个事件里面 不灵了 而且彻底打脸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实际上来讲 这从8月19号 东部战区宣布开始要进入所谓的新一轮的 这一个联合的战备警循到目前为止 其实不年不节什么事都没发生 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基建呢 那我们仔细来看 这个103架次 其实是所谓的那个 出海 对出海 但是 这是防空识别区的 对 但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很有趣 我们的防空识别区是 那个1960年代的概念 他还画到了那个大陆的那个土地上去 江西到江西都覆盖范围 所以那个是其实是那个有点不务实际 以今天来看 那实际上呢 在那个海峡中线附近活动的 大概就是就是逾越海峡中线的 就是40架次 那现在他们有去 他们在讲海峡中线的延伸线 就是往东北延伸往西南延伸 还记得 以前国防部还曾经为了这一个 开了一个记者会 由情报助理次长来打连小舰长 说对不起啊 我们只有海峡中线啊 没有什么延伸不延伸的 你现在就在拓面刺杆 你记着这就是 没有 那个因为事情一定要提清 对 好 那我们直接啊 我们来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那个17号早上的6点啊 到18号早上的6点 为什么他都是这个时间呢 因为6点结束之后啊 要开晨会 公方部恒指索 以及各个作战 就是作战单位都要开晨会 恒山指挥座 那他的这个开晨会 他要先把资料中整好 那以前是5点 那5点钟就有个问题了 就是5点钟整理一次 下午5点整理一次 早上6点开晨会再整理一次 所以最近一两年 他们就开始变得比较聪明啊 就是统统改造早上6点 可是这一张图 我们看到了什么有趣的地方啊 当然我讲有趣啊 是从我们军事观察来讲 但是如果说我们讲到死身之地的话 这件事很严肃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这件事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讲到17号到18号 解放军的山东号航空舰 已经不在台湾的东部海面 也不在巴士海峡 他已经进入到南海去了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兵力呢 事实上来讲啊 这件事情很耐人寻味 我们仔细的看这些兵力啊 事实上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我们仔细的看空井500 那空井500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黄 就是那个黄绿色的这条线 就是最下面的那张表的示意图啊 那还有一个也就是运游20 也就是他的空中加油机 为什么 因为空中加油机带着飞 带着这些战机一起去哪 一起去东部 那我们刚刚讲到空井500啊 空井500他的位置最早是被 也是小舰长破卧的 他一直都在西南防空识别区的左下角 他为什么在那边 因为事实上来讲 他在那个位置里面 他不但能看到整个那个 台湾海峡的状况 他还可以透过我们台湾的 北南祖山跟那个北大武山 中间大概有30公里的缺口 我们常常讲 中央山脉是台湾的护国深山 可是这中间有30公里的缺口 没有3000公尺的高山 也就是他上面的雷达 他可以直接看到东部海岸 可以看到太平洋的状况 那他如果说他的战机没有到东部的时候 或者到东部的任务相对单纯的时候 他就在那个防空识别 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角这个地方 可是如果他的战机做的科目比较特别的时候 或者数量多的时候 他就会跟随的编队一起到东部去 那这一次我们可以如果看到我刚刚指的这两条线 你会发现他的确有一次是只不过在那个西南角 那有一次就跟着一起到了东南角 就是那一个缺口 有没有人觉得很奇怪 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为什么 这中间那个那个东南角缺了一块 因为那是越战的时候 给美军走 对给美军从那个琉球往越南的时候 他就不用暴禁暴离 直接从那边从这边过去 他你说他怎么会跟你台湾暴禁暴离 没有因为空中 那个空中管制的安全问题 就不交接了 就不交接了 然后 所以我们同样的 我们也看到说他的运游二世 也是这样的路径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他不是同一个时间 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刚刚那个 小龙哥很内好 他讲说这个是示意图 也就是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很 很那个粗浅的一个 那个太样而已 你要拿这个 我甚至之前还看到有些 智库的学者啊 拿尺在那边量 我心想脑袋坏了嘛 他随便画一画 那个一不小心 那个笔多画一点 对不起啊 那就是石海里啊 对 那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他就是画一个那个太样而已 他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那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他其实是经过 那个 我们台湾的防风识别区 其实他是要到东南区 没错 他到东南区干嘛 其实这是他们所谓的 就是说以前在这个他们的轰六的那个旅长啊 叫做刘瑞 他们第一次讲清楚这个概念叫做常态化 叫做实战化 叫做系统化 嗯 也就是他现在来的部队啊 通通都是实战化的训练 然后呢 其实是系统化 嗯 也就是他除了这些战机之外 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 嗯 那如果说我们这样继续往下看啊 那其实呢 这这个 稍等一下 我退回到前一章啊 是因为这张 这当然我们常常看到这这张图 虽然上面的这个示意图啊 每一天呢都在都在变 可是这张图里面啊 当然外面的框框 大家看得懂啊 这个这个框框呢 是是是所谓的防空式识别区 中间的这条线呢 是海峡 就是中线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示意图的 示意图的这个部分啊 我们看到所有的这解放军的军机 比如说这个黑和黑线的部分 黑线的部分应该是歼11 好那歼11呢 出来的时候 歼11出来出来的时候呢 他都是最近的比较特别的呢 就在于就是说 他会沿着 沿着沿着就是海峡中线飞一段 沿着海峡中线以东呢 靠近台湾这个地方的飞一段 再出来 但这个是示意图 因为这个地方呢 就已经是我们的四块的进行区了 线行区了 对不对 那澎湖呢 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所以我我是高度的怀疑 就是说其实他们都已经在我们的线行区里面 的确是 然后而且之前大家有人在怀疑 另外一件事 歼20 对就是歼20 这一次就是我看到 我看到台湾的媒体也在暗示就是说 歼20也在里面 可是在我们所有的看到的军方 哪怕是示意图里面 从来没有出现过歼20 可是这个状况可能会被坑啊 为什么 因为解放军他可以不要公布 然后他就等你台湾把这个图画完 等你台湾把这个大内宣做完的时候 他突然有一天反手 用他的容媒体 有图有真相的 就是他的歼16或者是歼11旁边飞着歼20 然后还可以拍到我们台湾的军机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大事不妙 对了就说因为到目前为止啊 解放军或者大陆的媒体 包括大陆的媒体要了解 就是解放军在台海周围的活动情况 基本上面都还是从台湾这边的讯息 整理完之后呢再发回去 换句话说呢 大陆方面来讲 不管是官方或者是解放军 对于每一天到底在台海周围做了什么 解放军基本上面主动放出来讯息的少之又少 好那这个呢是我是我讲的 就是说你看到你看到呢 这个区块的时候呢 他其实应该不只是过中线 而且在呢台湾的中线的移动 靠近台湾的这一侧 都已经是很密集的活动 同时呢在澎湖应该是已经进到24海里 理论上面最少澎湖的防空警报要叫 再来如果说呢 他已经是很明显的进到了台湾的所谓的近航区 近航区就是告诉你这个这个地方 基本上面是台湾空军的演训的区域 也是呢安全的众生 可他进来了之后 理论上台湾的就应该有一些的军事对应 但是呢都没有 好你继续 我们看完这张图之后啊 那那个我们就可以 来 其实我必须要讲 现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认知战很厉害啊 怎么厉害呢 国安会秘书长啊 顾立雄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我把媒体大部分内容结下来 他说啊 他夸夸其谈的说 国安团队如何先发制人 我就问了 这103架你有那个先发制人吗 你有吗 嗯 他说啊 就是右下角有一个虚线化的地方 他就说19号 这个是8月19号 那个8月19号的时候 东部战区宣布军演 然后国军呢 在20号马上就公布填单舰 那个监控054A的这个飞弹 那个护卫舰的照片啊 好棒棒啊 我只问一句啊 我们本来 他本来就在我们台湾附近 本来就应该我们先发 他的船上要发回 要把这些照片发回去 你知道从电子战的概念来看的话 有多困难吗 他要因为已经离台湾很近了 如果在电子战里面谈到烧透 BIRTHWOPS 也就是目标距离那一个 距离谁越近 谁的电子战的功率就会相对越强 最有效反制 而且如果他甚至做卫星教练的话 是不是也可能同样被反制 被反制的时候 然后再被做一次那个认知战 这个是解放军要的吗 当然不要啊 他会delay这些 而且刚刚其实一开始 香隆哥讲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华为手机的问题 华为手机他现在他用的是天通 天通一号卫星 他是在同步轨道上 有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他在同步轨道上跟星链在那个近地轨道不太一样啊 是不太一样啊 近地轨道他是高速的在那边跑啊 你要确定你的空中现在有有星链了 可是如果是同步轨道的话 他一直就在那个位置上 你只要对他你手机打拿起来一波应该就有讯号 那我们为什么看不到他那个华为手机上面的天线 其实这个Jobs以前有讲过这个问题 这就是iPhone手机上面 我这不是iPhone啊对不起 那个如果iPhone手机上面 我们看到会看到断点 这个断点其实就是他的天线 哦Really 对那那个iPhone上面 iPhone4的时候还记得吗 有天线门事件 那个天线门事件的时候 那一支iPhone手机 它有几个断点 它有两个断点 一个断点是GSM的讯号 另外一个断点就是什么蓝牙啊 GPS啊 WiFi讯号都走那里 现在这一支那个华为的MAT60 Pro 他有几个断点 九个断点啊 也就是他有多少的这一种通联的能力啊 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啊 所以当然这个华为他们本身啊 说的很内敛啊 说这个是小学生对抗iPhone的这个那个博士生的 其实他们是说的很内敛 就是说的很保守 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吗 这个拿到华为手机的这些美国的各个智库 甚至他们的研究单位一定觉得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怎么封锁了半天 感觉上反而让那个大陆更跨一步 好我们收回来讲这个问题啊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赖清德的这 对不起不是赖清德副总统 是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的这件事情 真的是这样吗 那就是我讲的啊 103架次 你当初你有预测到吗 那圆火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都会都有答案 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 东部战区他在8月19号 这个是8月19号 他的那个新闻发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他讲的这么一段 也就是他要组织海空联合战备警巡 然后举行海空等兵力的联合演训啊 他说是这一次的重点 可是有没有发现他没有讲结束时间 没错 那个时候 你说小建长你现在讲后知后觉啊 没有啊 在8月30号 终于有个媒体 愿意请我上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时候 我就在讲 其实战备警巡啊 他的形态已经改变 他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就是几艘船 然后摆在四艘船啊 摆在台湾海峡以及台湾东部 台湾南部的海上 然后偶尔这些战机来飞来飞去 现在不是 现在为什么不是呢 也就是他叫做 人启动跟拿敌练兵 就什么叫人启动啊 就是他的战区下达命令你的机舰 你的飞机立刻起飞 然后我给你一个那个scenario 你就按照这个scenario去run 舰艇也是一样 我你立即出港 出港之后 我给你一个那个操演区 你去做海空对抗操演 就这样子就做了 那你说我们台湾甚至日本有相对应的措施 那就是拿敌来练兵啊 就是解放军拿日本自卫队拿台湾的海空军来练兵 问题是我们台湾练得起吗 就是我们的兵力 如果说我们实际上来算了 成功舰十艘 我们就不算什么训练跟什么 在维修的十艘 还有四艘的基隆极舰 一共十四艘 所以你这不公平啊 你没有把那个季洋极舰跟康定极舰算进去 康定极舰拉法业 康定极舰是爱之船啊 他上面没有什么防空能力啊 你说他有那个 你这样讲也太惨了吧 没有啊 他真的是爱之船 你看哦 那个我讲一个秘星好了 他的因为他是法造法国打造的 但他的概念呢 总是人为主体 美军的成功级或者是这个纪洋纪德级啊 他是以作战为主的 所以同样一个舱间啊 他的那个床铺啊 我们看到的就以军官来讲啊 那个拉法业啊 他是两层铺 所以你在床上坐起来没问题啊 你去 如果说是去那个成功级的话 同样的高度三层铺啊 你像小店长很菜的时候 要爬到最上层 然后呢 坐不直的 坐不直也就算了 冰火九重天啊 为什么 因为早上太阳晒啊 的时候你上面是热的 下面是冷气吹的 那不是那个上面是热的 下面是冰的吗 那所谓的这个那个 拉法业爱之船 以前曾经在上面爆发的 这个男女官兵的问题 我们就先不用讲 他的环境是人性化的 但是他的防空能力是薄弱的 他只有那四个牙签 你觉得能干嘛 真的不能干嘛 那个四个牙签 牙签 海虫树 对海虫树 只要任何战机的热烟弹 打一排 赤煤就用完了 那个飞弹就没了 那说现在要换 所谓的海贱二 那个是现在进行时 还正在换啊 那正在换的东西 你不能当做有啊 那所以说这不算 那季阳级 你就拜托不要再找 阿伯的麻烦了 都很老了 他的年纪真的很老 所以我们这样讲 其实是形态改变了 也就是时时都在军演 如果以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那一张画面来讲的话 那是接受飞碟的访问 所看到的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9月13号 国防部公布的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要说明一下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就军迷们 在做文章 那也有一些的 军事网红的 在解释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 远远距离的 那个是三冬舰 对是 那在眼前的近距离的 是我们的基隆级 对基隆线 基隆线 就是基隆级的第一艘舰 基隆线 基隆线那也不小了 在近万吨了 九千多多多吨 满载就大概一万 大概就就一万吨 也也算是 也算是个万吨大区 好那大家说呢 那这个这个呢 发生的位置呢 在哪 因为三冬舰的 那个时间点呢 是在台湾的 东侧的外海 所以呢 你判断就基隆线的 也是在那位置 但大家做文章的时候 那这张照片呢 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 在那个 基隆线的 那个左旋 还有一艘船 当然就是说 最少还有另外一艘 还有一艘 摄影官 摄影官 对 那另外 这件事对不对 当然不对啊 我们不是一直讲吗 塔疆 驼疆 是所谓的航母杀手 你应该派航母杀手去啊 你派基隆级舰去干嘛 你为什么 我们实际上来讲清楚这个概念啊 这个应该以下市对上市的问题 而且距离这么近 有人说十几海里啊 怎么可能 如果这是我的瞭望 说十几海里啊 我真的不一定把他骂爆 为什么 因为他大概就是三到五海里啊 甚至五海里都没有 应该是三海里 我是说 基隆线跟 这个山东建之间的距离 就是这么短 如果真的 解放军要动手的话 我们立刻就少一艘 所谓的区域防空舰 你说区域防空舰台湾有几艘 对不起就四艘 你说成功级是吗 成功级不是 成功级只是 他有准 准就是不具有 对不对 准候选人 他就不是候选人 然后那个准当选人 他还不是当选人 准 区域防空舰 也就是他没有区域防空的能力 真正具有区域防空能力的 只有吉隆级舰有 那也就是他有 中层的防空能力 这个是确定式 但是我们再回头讲刚刚的康定级 也就是拉法业 他都是长官的人 长官的马 亲信跟心腹干的 那像成功级都是马前足干的 因为那都很累啊 那个 那个他的地点在哪里啊 他的舰队部在马公 在马公 可是我们讲这个皇家舰队 我们都叫腰两四舰队 也就是拉法业舰队 叫皇家舰队 那都是又红又够红啊 这样啊 是这样的 因为又爽任务又单纯 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讲这一个 其实这样子的部署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真的遭受到 那个应急战备的状况的话 立刻就报销一烧 就是基隆舰只能够当把船而已 对 因为距离太近了 你能够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 那所以说 这样子是不对的 但是 而且这里这张照片有个问题 他其实左下角的时间 是小舰长把安上去的 他其实没有时间的 天知道是哪一次 对不对 那不管 好 我们就继续来讲 这一次演习 到底真正的在演什么 其实这里面有些是 小舰长把这个 这个是日本防卫审 统合幕僚监部公布的图 小舰长你为什么用这个 因为国防部没公布啊 只要在巴士海峡 只要在台湾东部海面 国防部一律不公布 假装没看到 然后呢 我们只能够看 日本很 很克尽职责的 他一无一时的公布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这个才是真正的全民国防 让他的百姓知道 他那个这些自卫队 不是混词的 是真正有在干事的 很辛苦的 那我们不公布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我们这样看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箭头 就是有蓝色的 有红色的 穿越宫古海峡 进入到菲律宾海 什么是菲律宾海 就是第一岛链 跟第二岛链 中间的那个海 就是菲律宾海 那个我们简单的话 约就是台湾东部海域 可是在那个 国际海事组织的 他的详细的说法里 那叫菲律宾海 那在这个菲律宾海里面 这一次这个下来的 清一色 全部都是东部战区的部队 那这个东部战区的部队 他不新哦 他里面我们看到 可以看到现代极箭 现代极箭已经 经过性能提升的 现代极箭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 有日制飞弹 那个大的跟F-51 一样的那个飞弹 他已经没有了 他已经是那个 英纪十二 这种超音速攻船飞弹 所以我们每一次 有人在说 哎呀熊山好棒棒的时候 其实我都在想 解放军的这种 超音速攻船飞弹也很多 那我们该如何反制呢 我们再找时间来讲这个问题 他穿越之后 我们讲这些 都是9月11号穿越下来的 还有052C 052C其实是 中国第一款自制的神盾箭 它其实是第一款 那就是很旧啊 那然后 他还搭配了三艘的052D 052D就行了 这是新的 对 那他还跟了两艘054A的飞弹 虎卫舰 可是下面那个红点的位置 其实是什么 他就是三冬号航舰带了航母奶麻 就是901中核骨机舰 还有两艘的052D 这个飞弹驱逐舰 还有两艘的054A飞弹护卫舰 他们在干嘛 他们这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三冬号航舰打击群 他其实是来做结局作战的 那上面的那一个 我们讲说红色的箭头 蓝色的箭头 那个是什么 那是模拟的中华民国海军 你不要不信 我拿一张照片给大家看 汉光37号演习的前面 在之前啊 海军168舰队执行战术对抗操演的时候 你有看到这就是四艘很难得啊 四艘基隆极舰一起出动 前面带队的是那个 一艘季昂极舰啊 他其实就在演练的是这件事 就是你我们台湾的海军 在东部海域南下要来截击 这一个山东舰的时候 山东舰做什么样的反制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他scenario直接丢给你 就是现在你在 你要进入穿过公骨海峡 进入到那个菲律宾海的时候 你会遭遇航空母舰打击群 你该如何反制 好 他就是这样操演 操演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张图其实是什么 这张图是小舰长观察了 非常多辽宁跟山东的动态 以及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的 一个标准模式 然后所整理出来的一张图 这张图其实也就是解放军的航空母舰 打击群的标准样式 我们来看到除了在空中的 现在是殲15 未来一定会有殲35的站 还有空警600的预警机之外 其他水下的 这个093攻击核潜舰 那在台湾附近海域的话 应该是039核 那个裁电潜艇 那因为在台湾这附近 其实不适合 就是我讲的不是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根本就不能 潜舰不适合开到那边去 那在东部海域 也是以那个裁电潜艇为 那个比较适合投入这个战场 那其实我们在里面看到 一艘055 两艘052D 那个或者DL 还有两艘054A 或者是现在在做的B 发现了没 跟我们刚刚上面看到的 这一张图 只插了一艘055而已 其他就是已经 一个标准打击群的一个动 一个内容出现了 那这个内容出现 你说这是第一次 他做这个演练吗 不不不不不 因为大家每一次都是 为了因应媒体访问 随便讲两句 小县长可不是这样 下面这张图 是小县长自己做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去年12月 辽宁舰编队 他就在做对抗 他的对抗 是他自己带过去的编队 然后拆开来 我这边这张图 你也可以看到 负也就是减啊 减103104 103跟104是055 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代表他不在这个编队里 那他到底到哪去 他离开编队 准备回头打击 也就是进行对抗 他在做这样的演练啊 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 然后真正的汇合 是什么时候呢 真正汇合点 我们看到是在十一的这一点 也就是他最后绕回去的时候 他才所有的部队 就是所有的舰艇一起汇合 其他他绕这么一圈 而且这个在红色标注的七八九这三个区域 这里是哪里啊 这里去官岛不到600公里 那个时候 小街长曾经讲过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官岛的黑色圣诞节 因为他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 看到有没有看到23 24 25日 就是在官岛附近 觉得官岛的官兵可以好好过节吗 想都别想 现在官岛已经 就因为这样 已经变成了刺猬岛 他在2027年 他完成所有的 这些防空设施 从我们想到的陆基神盾 想到的萨德 他连 那个铁穹都装上去了 然后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把官岛打造成刺猬岛 真正的刺猬岛 对我们台湾说我们是刺猬岛 你拿官岛的看一看 你就会发现 我们其实疏漏的地方太多了 我们还没有那个陆基神盾 陆基神盾拦截高度300公里 高度那萨德150公里 我们现在只是想迈入75公里 他们讲的天宫三行 想要迈入75公里而不可得 然后还每一次发布的 那个涉及通报叫做无限高 你不要开玩笑 好 这是我们讲到说 其实他们已经就是解放军 早就已经在做这种对抗操业 只是这一次 他拉的是东部战区跟南部战区 实际上来操演 然后让大家觉得怎么样 刚刚乡龙哥在画了一个一个圈圈 其实在这边我有套图套上去 就会发现 其实这一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所有的这些战机 都已经进入我们的线航区 线航区就成如刚刚乡龙哥所讲的 他就是我们台湾无论是训练 或者是在那个飞行就是寻翼的时候 在那个位置上面 然后现在进来了 也就是说 其实以前只是穿越 现在是横越啊 一直从海峡中线这样子南南北北跑 一直是说什么 这个区域你别想用了 没错 然后海峡中线早就不在了 所以不要一天到晚说什么 沪中线 那个只有在做认知战而已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那个看最近的这几张图啊 我们把这几张图整个厘清清楚 就会发现因为他的那个时间标注 日期标注很小 小建长在左下角就标注得更清楚 我们从11号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战机出来 返潜机运巴返潜机 运巴返潜机为什么要先出来 确保你水下没有目标啊 嗯 这是11号到12号 早上6点我们看到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右上角 就山东建要经过了 对 右上角这个 返潜机先来清理 对 那右上角这个就是更进一步的 那个他已经开始 我们讲到说有空警500啊 然后当然他有各式的那个战机 以及通信通信对抗机 其实他就是电针机啊 嗯 那他也就过来了 如果我们仔细看 这个是山东建来之前的一个 态势 嗯 接下来 就是山东建已经通过了 巴士海峡已经进入到 东部海域的时候 他们开始 我们讲到说 北边有下来的 这个东部战区的 跟山东建 那个 那个 嗯 他这一个 那个战斗群做 嗯 做 那个所谓的水面对抗 空中也 兵力也来了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多重威胁下的一个 作战样式 而且 大家更惊讶的是什么 快进 山东建快进快出 一下就走了 我们还以为 会像四月一样 一眼十七天 嗯 你觉得一眼十七天是什么概念 一眼十七天一共起飞了 这是日本 那个 防卫神统合幕僚 箭部算的 起飞了六百多架的舰载机啊 上一次辽宁舰在这个海域 进行的时候只有三百多架 为什么这样这样飞 不要忘了 现在辽宁舰在大连的船屋里 那他的飞行官呢 一起来训练啊 嗯 一起来训练 这个就是山东建临时被叫出来 拉出来 直接投入 然后直接操演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看到右下角这张 你们看到跟右上角的这张 几乎一样 几乎一样 为什么 但他唯一的差别就在这个位置上面 对 因为辽宁舰已经走了 嗯 那他是要断后 你不要从后面追上来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些做法 嗯 那这么多的飞机 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 到底从哪来的 嗯 没有人说得清楚从哪来的 小建长去年就在讲 而且没有人要理我 你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是 这个 这个绝对政治不正确啊 怎么叫政治不正确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张图是去年 那个央广军事 就是他贴出来的图 上面写的是什么 下面写的叫做立建东南 嗯 立建东南到底在哪里啊 下面这张图有答案啊 下面这张图的中间 他叫做什么 他叫做空房桥头堡 空房桥头堡到底是哪里啊 嗯 是水门机场啊 嗯 是在 那个 嗯 钓鱼台西侧的 嗯 那个水门机场啊 那这个水门机场 到底在扮演了什么样的 那个 嗯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看到没 他拉了一个旗子 我当初看 哎 你们是贴作照片了吗 嗯 拉的旗子是 辽东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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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东北下来 是北部战区的飞机 嗯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一张 这个图 这个 这其实是一个是 是那个影片啊 小县长啊 一张一张截下来的 怎么会出现呢 我还以为你 你剪接剪错了 嗯 这一这这三个 我们讲到的 那个基保 小县长直接的用Google 看过 没错 真的吗 这个对我看过 他就是 不错不错不错 没有啊 因为我们 功课做到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要怀疑 就是对于这 我们所看到的 都可能被误导 这几个社保 其实 小县长用 用Google看过 他的确就是 水门机场的样子 所以这不是 这不是拼凑的 就是说 这这不是随便拿另外 另外的一组的影片 照片的拼接起来 他确实是把辽东雄 雄英摆到了水 水门机场的演训 对 也就是什么 那当然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 这个是北部战区的 进驻在东部战区内 其实西部战区也有 南部战区也有 你说这些战区 通通来干嘛 其实他们通通都进入 那个东部战区进行演练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台海真的发生 那个军事冲突的时候 立刻从北部战区 南部战区 那个西部战区 调来 所有的战机 大家不是没飞过的 大家都知道 台湾海峡整个 以及台湾附近的海空域 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他们现在就已经把各战区调来了 未来一旦作战 600海里的 调到300海里 300海里的起飞 然后300海里的回来的时候 600海里的起飞 这样子一批一批 对不起 这些车轮战 真的我们台湾吃得消吗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这么多军机的真正的解释 可是没有人注意 你说 那个 国防部 台湾国防部 有注意这个事情吗 那个情报次长 注意这个事情 他们不注意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注意老外说的 英翻中 比中翻英重要 就是把CIA 或者NSA给的资料 翻译成中文 哎呀 我好棒棒 我们有美军第一手的资料 可是 我们其实跟中国大陆用的是 同样一种语言 文字 我们对中国大陆更了解 这也就是小舰长看论文的主要原因 我们都看得懂 然后 其实我们才应该是解放军研究重症才对 但是结果不是 好 因为这两张图 刚刚小舰长讲的这一段 大概解了 解了我很多的困惑 我想说 解放军的几个军区 尤其他的这些军区划分 军制呢 最近几年也都一直在调整 那我们 我们主观上面都认为 每次对台讲话的 开记者会的 发新闻稿的 都是东部战战区 是 当然这个这是合理 他是台湾的当面 所以我们一直会认为说 那南部战区呢 北部战区呢 西部战区呢 他们跟台湾就没有关系吗 但是刚小将在告诉我们 就说其实有关于 就是说对台海冲突 对武统台湾所做的军事准备 是全员全区的 是 基本上面没有什么分战区的 所以台湾呢 如果这可能就是 我在想说过去 我当然觉得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第一个 解放军从开始密集的在台海周围 进行这种的训练啦 演习啊 每天几乎呢 这种的船舰 水面下的部分 不管密度这么高 包括刚刚讲的 就是说呢 之前山东舰 之前的辽宁舰 或者山山东舰 在台湾东侧的演训 这两波的演训的 就是说强度的也很够了 那舰载机的起降的 那个频率也非常的高 不管是从呢 从本土的起飞的 或者是呢 有人机 无人机 或者在山东舰上面的起降 到现在我维持 我相信了 应该是零事故 是零事故 因为没有任何 我相信如果有事故 这个去讯息一定会出来 这个 我们国防部一定会大助 还有国安会 这个 这不太容易吧 这其实很难啊 为什么 因为小舰长以前 我们开六百吨啊 六百吨的舰长 然后我必须这样讲啊 我有一次执行 就是去监控 那个解放军的 这些情报船的时候 我进港前啊 已经在基隆港的防波提前啊 我的舵机故障 而且咧 卡十五度 就是我们的舵手 摆到十五度的时候卡住了 然后我是用车速扭回来的 一路扭 扭进那个基隆港 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长时间的 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演练的时候 总是差一漏完的 也就是了 这样没有零事故 有事故刚刚已经讲了 台湾一定大做 一定大做我文章 这是逃不掉大家的雷达 突然在那边飘起来了 断腿了 我们称之为主机故障 我们叫断腿 断腿了飘起来了 没有那个丧失动力了 我们都叫飘起来 会不做吗 一定做 而且过去基隆极舰过去照相照相 录影录影 但是都没有 你光看到美军了 最近不管他的余英直升机 在澳大利亚 他去年的康乃迪克号的潜舰 在南海 不晓得装到什么东西 他前两天 他的F35也追击 F35 那美军紧张的要 换句话说 在这种一般性的演训里面 这种的意外 或者说演训当中的伤亡 意外的一定都会有 那我在看说解放军 如果以台湾军方统计去年 光光是去年 在台湾 进到防空识别区监测范围里面 1700多架次 船不管1700多架次 每一年这样子长时间累积的 这么高频率 这么密集的演训 到现在为止零事故 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 台湾的军方呢 就要非常的警惕 他的后勤的补保维修 装备的妥占率超乎想象 好再加上呢 刚刚的小店长讲的那些数字就是 他显然不是只有东部战区 我想说这么多的飞机 飞行人不累嘛 那小店长在告诉我们 就是其实他是各个战战区呢 都会呢参与这边的演训 因此在平常看起来 各个战战区呢 各个各管各的 可是在对台作战 这件事情的当中 表示解放军呢 他有一个核心的是思考 对台的作战 全区全员呢都必要参与 必要时候呢都要做好准备 都要能够投入的 我就不知道台湾呢 为什么没有办法 把这些的讯息 有系统的整理跟解读之后 让台湾老百姓呢 欲做心理准备 知道呢到底你的假想敌呢 到底是如何准备 跟台湾跟台湾的军方 对台的军事作战的 好再来 有了 再来他们开始 芒果干开始操作了 什么 他们现在讲远火了 在那个9月17号 远程火箭炮 对远程的火箭 那他们开始在讲 他讲的小小的啊 叫做远火等部队动态 远火你怎么知道的 嗯 然后我们的这个 呃 国防安全研究院 立刻就 马上变成了 看水晶球的武师 就是说他们可以得到 美方的那个资讯 有吗 每次问不出来的时候 都说是美方 有吗 对 而且这么快你就知道了 嗯 有吗 其实 国发部是怎么知道的 我其实小间长有话框啊 彩虹是无人机啊 嗯 其实是彩虹是无人机 你说彩虹是无人机 以前不是来绕过台湾 对 这才是最糟糕的一件事 嗯 为什么 这个是现在还在做的 一个那个展览啊 嗯 其实彩虹四号 已经叫 已经有正式的军用编号 叫做KVD002 它是一个插打一体的 嗯 无人机系统 也就是它已经完整的 可以导引这种长城武剑 的一个公式了 嗯 这个嗯 是真正无人机的用法 OK 它它它是当圆火的导引用的 对 嗯 那这件事情以前也曾经发生过 不过是发生在 那个 台湾北部海域 那个时候在飞的就是 KVD001 你说哎小间长你没拿照片 那个有一点 有有一点不负责任啊 错 左上角黄色的框框 我们看到 你在看到这张图的 黄色框框 嗯 那一个就是KVD001 嗯 曾经飞越海峡中线 国防部还有特别公布这件事 那你说哎小间长你中间画的 那个红色框框是什么 嗯 那个就是 那个 雷达 嗯 它可以那个 看到 那个整个海面 甚至陆地的 嗯 所有的动态 它飞的够高 看的就更远 那我们就更不用讲说 它曾经来 那个 它对于台湾的陆地目标 嗯 怎么样掌握了 这个 是合成孔镜雷达 嗯 那它前面 还有一个 那光电的 一个 感测器 也就是说 白天 可以看可见光 同样的 也可以转成红外线 所以你逃不掉 你说 哎我各种的 那个隐蔽掩蔽 对不起 逃不过红外线 好 那接下来 咧 我们看到 倒影的 就是圆火 嗯 圆火 你曾经讲过一个数据啊 如果以这个PHL191 就下面这张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这是2019年 那个 国庆的时候 嗯 他的那个 阅兵的时候 他的一张照片 自行火炮方 方对 那在这个里面 下面这张 这一个PHL191 他是500公里 500公里的射程 是小舰长用 所有国内外的数据里面 最小的一个数据 最保守的一个数据 500公里 500公里什么概念 他在海滩岛放了 这么样一个部队 所以 从新竹到 苏澳 两点连线的北部 所有的 陆地 都是淡足的 你说海南岛 还是平潭岛 平潭岛 海滩岛 海滩岛 就是平潭岛 平潭岛 就是福建的当面 对 最近的地方 那如果500 500公里 台湾全岛都在覆盖范围啊 对啊是啊 那那个 我只讲北部嘛 那南部的话 其实 他每次都说 哎呀 现在拉了什么样的 那个 天空山形 跟他拉了什么 爱国者 都在那个 不要再骗了 如果 人家的飞机都起飞了 你还在 还没放列 就是你的 飞弹跟你的雷达车 还没就位 你就等着被命中吧 你根本就不可能有发射 飞弹拦截的可能